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達尼的次人格 它是一個陣營遊戲,分為達尼和次人格兩個陣營 那我們現在看看遊戲怎樣玩 這個遊戲至少要有三個人才可以開始玩 而我只有一個人,所以我會示範一人分遠三角去示範一次的遊戲 首先我們會準備一些人格卡 我們主要會有很多次人格和達尼 根據玩家人數,譬如三個人玩的話,我們就準備兩個次人格和達尼洗勻 然後互換玩家拿一張 然後我的身份就自己看好了,不要讓其他人看到 達尼和次人格分成一個陣營,他們是對的陣營 但是記得不要被人發現你是達尼,要隱藏自己的身份 我們會有其中一個玩家作為行動人格 行動人格的玩家就會放一張思想牌 思想牌上面會有一至五個詞語 然後我們就會在這個選擇牌上洗勻它 然後抽一張,同樣地都不會被人看到 譬如現在這樣,我抽到這個數字 我對應我這次的題目就是這個 行動人格的玩家就會先抽他記憶牌庫的七張牌 這些牌上面都是不同的圖案 我可以選擇用一至七張圖畫去呈現剛剛的題目出來給大家猜中 我覺得只用一張就足夠了,我就可以打出來 除了這樣打出來之外,我也可以選擇去重疊它或動它 只要我表達言不,我就放下手 然後等開牌,其他人就可以去猜 其他的次人格和達尼就會去討論 達尼的目標就是要令大家猜錯我的答案是什麼 而其他人就要去努力,去嘗試猜中我剛剛的數字是什麼 特別是記得行動人格是不可以說話的 只有剛剛做這個動作的時候可以給大家提供協助 然後由行動人格的右手邊玩家作為這個決定人格 由他來決定究竟答案是什麼,負責作答的 譬如他現在決定了4,然後真的適合的話 這樣的話,這張牌就會放在次人格那邊 那就代表次人格贏了一局 但如果相反剛剛我們猜錯了,譬如1,2,3,5的話 好,我這張牌就會放在達尼那邊 就代表達尼贏了一次,次人格的大家就會失敗了一次 譬如現在試一下這題,大家猜一下題目是什麼 答案就是天空 那遊戲如何結束呢? 遊戲就是當次人格成功猜中了6次 即是贏了6次的話,次人格就會獲勝 而達尼就輸了 又或者如果次人格失敗了3次的話 那達尼就會和次人格進行最終決鬥 所有玩家就會討論,然後數到3的時候就指出 認為哪一個是達尼 得到最多票的人就要去揭開自己的身份牌 如果真是達尼的話,這樣次人格就贏了 相反,如果投出最多票的人是次人格的話 這樣達尼就會獲勝了 除此之外,如果記憶牌庫裡都少過7張牌的話 這樣都會進行最終決鬥 同樣地都是投出達尼,然後翻開身份 看看誰成為贏了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了 有興趣的更多遊戲的話 就來我們Facebook和Instagram 我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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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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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